那一开始我们来跟进槟城双膝八甲补选的消息 在没有独立人士搅局的情况之下 团结政府阵营和国盟候选人士直接对垒 来自公正党的祖哈里将挑战捍卫首途的 伊斯兰党的阿比丁 这场补选今早在找一多用途礼堂进行提名程序 过程一切顺利 根据抽签的编号 现年六十岁来自公正党和土生土长的祖哈里 抽到了一号 那至于阿比丁现年五十六岁 他也是伊斯兰党高渊区部副主席 他抽到了二号 今早的提名情况场面盛大 两大阵营许多大咖都亲自到场 团结阵营方面 除了有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 巫统的莫哈莫哈山 火箭的林冠英等等 马华的马汉顺和陈德青也都前来助阵 现场目测来了上千名团结阵营的支持者 至于国盟方面 哈迪阿旺 沙努西 刘华才等人也在现场 那这场补选的投票日落在7月6号 合格选民超过三万九千人 在这场补选只能够认为 根本人也在现场 我位上全是败乥的 根本人也在下架 挥给你 升级续 为了 在这场补选领 对